看到的是海藻七号 在今年一整年都成为了非常关注的话题 包含了票房也好 还有昨天在金马奖也可以算是还蛮丰收的 总共拿到了六座奖项 包含了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奖 还有台湾杰出电影最佳男配角色马鲁荣得到 原创的电影音乐 另外原创电影歌曲以及观众票选最佳影片这六项大奖 不过有点可惜的是导演魏德胜 跟最佳导演奖失之交臂 在进宫宴上魏德胜他非常感性地说 其实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而李安也在现场跟魏德胜有一些掏心掏腹的一些交谈 得奖的是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 真的是大丰收 国片海角七号骑金马一举拿下最佳男配角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以及观众票选最佳电影的六个奖项 导演魏德胜一个晚上台上台下跑不停 还从巨型林青霞手中捧回年度最佳电影工作者 谢谢所有的观众 然后谢谢海角七号在上映的时候 得到全台湾的观众的帮忙 让你们以口传口 以而传而这样 让我们非常谢谢你们 非常谢谢你们 台上感谢观众支持 台后庆功开香槟 女主角田中千惠还高兴到掉下眼泪 拍电影有那么多奖算是很感动 刚才有那么感动 今天这个结果 不是说我们出乎意料之外 所有人都出乎意料之外 这个东西 我现在不是喝醉 我没有喝酒 我只是真的 真的 你们跟我们一起从头到尾 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高兴 导演有感而发 拿下最佳男配角的马如龙 也开心和大家合影 海角七号打破国片票房记录 这次卫德胜没能拿下最佳导演奖 但一口气旗下六座金马 也真的是表现亮眼 中天新闻朱寒于罗佩宇 吕十号范馨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报告